我国体坛五大黄金圣女,三人已奔似,一女神表示,想找黑人我国体坛五大黄金圣女,三人已奔似,一女神表示,想找黑人在我国体育,圈,并不缺条件出众的黄金圣女,特别是女蓝和女牌,光是她们的身高,就足以让很多男士望而却步,这也是制约她们的偶的一个原因。 另外女运动员由于需要长年的训练,所以与伴侣花钱月下的浪漫时光就少了很多,所以这也导致条件出众的她们到今天还是单身,今天,小编就带大家来盘点一下,我国体坛的五大黄金圣女,一、赵蕊蕊女排,赵蕊蕊是我国著名的女排运动员,她不但身材高调,而且相貌也很清秀,有着玻璃美人的美誉, 1981年出生的她退役后便开始写作,她的著作还取得最佳长篇和幻小说的演讲,不光排球打得好,文采也很出众,真的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神,但说起感情的是,赵蕊蕊也是真的很无奈,她说对理想中的配偶其实要求不高,成熟是首要的,其次有责任心和体贴。 二、潘晓婷抬球,潘晓婷有着娇美的面庞,一流的球技,优雅的举止,所以她也被誉为中国的九球天后,虽然许多台球迷一厢情愿地将与她和丁俊辉视为金童玉女,但是她明确澄清自己和丁俊辉并无情侣关系。 1982年出生的潘晓婷曾谈及自己的择偶标准,她希望另一半能身高1米76以上,还要懂事,有爱心,孝敬父母。 三、何文娜蹦床,1989年出生的何文娜,在2016年参加完礼于奥运会便宣布退役了,何文娜自从和陈一斌分手后就一直单身, 这名颜值身材俱佳的蹦床公主虽然没有男朋友,但还是生活得很舒心啊,经常出去游山玩水,而在一次采访中,何文娜也透露出了自己的择偶标准,她希望另一半腿长,又不肌,会做饭,当然这个标准只要有一条满足就行,如果三条都符合那真是太好了,不得不说何文娜的择偶标准真不算高。 四、赵爽女篮,现役的赵爽也被誉为新一代的篮球女神,而且赵爽的性格开朗,长得也很漂亮,但赵爽的身高也达到了1米88,所以直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,连很多球迷都为她担心啊,而且不光是国内球迷觉得赵爽漂亮,就连美直篮的球员也十分喜欢赵爽,曾经在一次活动中NBA巨星库里就一直盯着赵爽看, 连科比都曾夸过赵爽漂亮。 五、木丛健美健身,其实在中国健身领域,也有一位女神级的运动员,她就是木丛,在生活中某丛也是一个暖萌小姑娘,虽然她的肌肉爆炸,但套上衣服后,也和普通女生没有差别, 不过如今已经32岁的她,虽然在职业生涯取得辉煌的成就,但感情上还是一片空白,有字幕从被问及则偶标准时曾表示, 我这种身材国内应该都很难接受吧,我还是喜欢外国人,如果是黑人最好。